你吃血 妹妹 爸 我求你妈妈让我上学好不好 上什么学 你上学 我这么上呀 再说了 你在家里是老大的 我不上学 你呀 还是别上了 钱呀 还是留下来让我上吧 爸呀 这哪有钱雇你上学 看看你那样 是啊 你是大姐 你不出去打工 谁出去打工啊 你出去打工 雇你妹妹上学 你是一妹的 赶紧走 说什么说呀 走赶紧走 妹妹 叫谁妹妹呢 不是你妹妹 爸 我求求你了 走吧走吧 出去 我求你了 哎呀 这咋终于走了 看看那个药 丢死人了 还当我姐 想得美 爸跟妈妈 居然这样对我 还让我出去打工 跟我妹妹上学 我一定要混出一番成就来 我一定要让他们后悔 肚子有点饿了 爸 爸你过来啊 怎么了饭饭 我都饿死了 你快给我做饭去吧 你这不是刚吃过饭吗 爸 这总不能我饿 你不让我吃吧 范范 你说 你姐刚出一打工 这给你挣钱 让你上学 你这上学 也不好而上 还在家 整天吃点吃那的 花那么多钱 你能不能懂一点事 我怎么不懂事了 你看你这个老东西 让不让我吃饭吧 我说我饿了 你还不该给我去做饭 去呀你快点去给我做饭去 事多 他想饿着我 没门 爸 又怎么了 给我点钱吧 我呀 要出去逛街 买两身衣服什么的 你看我这衣服 穿好几个月了都 我哪有什么钱啊 你这整天 买这买那的 这家里吃个花修 也要花钱 再说 我的身体也不是很好 还要买药吃呢 爸 这我姐 这让给你打着钱呢 又不是没有给你钱 还是这个那个的 你那病 看不看也就那样了 看什么看呀 把钱给我吧你 真理解 这个钱容易吗 咱们不会节省这花吗 爸 你看你说的 这我姐挣钱 不就是让我们花的吗 她不让我们花的挣钱干什么呀 还有啊 我看你那病啊 你也别看了 钱啊 都留给我花吧 就那一点 还不够干嘛的呢 范范 你也太没良心了吧 这你姐 学习那么好 我让她出去打工 挣钱 这工业上学 你现在学也不上了 唉 你又这样说我 唉 爸 你看看你说的 我姐能挣钱 挣钱怎么了 再说了 我是小的 我姐啊 肯定得让着我 还有啊 你看看你说的 良心 什么是良心啊 良心能当饭是吗 现在这年头 钱是最重要的 范范 这反正啊 现在也没多少钱了 我们要借成这花 这钱 这我不会给你的 你说你个糟老头子 钱啊 今天啊 你必须得给我 你看看你 什么给不给的 你自己 你自己能花吗你 拿过来吧 行了行了 我这没钱 我去做饭了 这个糟老头子 气死我了 一分钱都不给我 你转眼 三年过去了 真的是一点都没变怀 想当初 我爸跟我妹 逼我出去打工赚钱 跟我妹妹上学 现在我回来 他们也不知道 不过 还得是谢谢他们了 要不是他们 我还不知道自己 有这么大的等待 他们现在还不知道 我回来 回去看看吧 爸 你在这儿干嘛呢 小夕 真的是你吗 是我 爸 这么长时间 你过得怎么样啊 爸 你怎么在做这个 小夕 你看 你妹妹 现在也不上学了 整天 什么也不干 你看 我身体也不好 所以 就在这儿打点联工 补替点家用 那我妹妹呢 这你妹妹在家 整天 什么也不干 就知道吃 玩 爸 我先回你 送你回家 走 我当是谁呢 这怎么 穿这么好呀 混好了呀 行啊 范范 我问你 为什么让咱爸在外面办干活呢 干活 他不干活 谁干活 我去干呀 还是你回来给我干活呀 看看你那样 行 你们当初你跟爸 哦 不对 应该说是你的主意吧 让爸逼我出去 上班 打工 供你上学 现在呢 你学也不上 整天在家里好吃懒做 什么也不做 怎么着 我每个月给你们打那些钱还不够是吗 你不能出去上班是吗 不要让咱爸 你明知道咱爸生着病 生着病 生着病怎么啦 再说了 你看看你每月 发胆点钱 还不够我花的呢 给爸看病 想得美 什么班 我去上班 我才不去呢 我呀 还不是在家 玩玩游戏 打打拍呢 想得美让我上班 嗨 袖子了吧你 可以 刚开始的时候 我每个月给你们打几千 现在我每个月打几万 还不够你花的吗 你现在什么都不做就在家里花钱 怎么着 现在涨能奈了是吗 现在 钱都不是钱了好吗 现在的钱多好花呀 你随便玩玩 充个游戏 钱都没了 谁能够花呀 想什么呢你 像你这种人 我真不知道你现在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可以 那你就在家里滋生自灭吧 像你这种好吃懒做的人 走吧 我现在要带爸出去去城里享福 我现在也是开了公司的人了 你呀 就在家里滋生自灭吧 什么 开了公司 你看的是假公司吧 你这种人啊 就是见不得别人好 你坐在家里滋生自灭吧 滚 我我也去 孩子们 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 可能啊 爸爸已经死了 这是爸给你们立的遗嘱 你哥啊 因为有本事 开了一家属于自己的公司 你们两个呢 现在还没结婚 还没成本事 所以啊 爸现在手下有五套房子 这爸一开始也不知道怎么分 感觉怎么分吧 都不公平 这事啊 爸决定交给你们两个人 还有卡上有五十万 你们两个也可以平分 可是就是那五套房子 那就交给你们两个来处理了 爸走了 家里面我最小 哥有公司了 你不得让着我点啊 肯定 三套呀 是我的 两套啊 是你的 从小到大 我什么都要让着你 哥在外面打拼 家里只有我们两个人 你看上什么我都给你 怎么 虽然爸走了 你还要把所有家产都霸占不成 哎 对了 还有一件事 我要说的 这张卡呀 我说妹妹啊 你想太多了吧 房子你要分三套 卡里的钱你全部都要 你以为你最小 所有人都要让着你是吗 是啊 是啊姐 这五十万肯定是我的呀 你说 这从小到大 爸呀 是最疼我的 肯定 这房子和钱 都是留给我的 姐 你知道这话 就有点不论理了吧 这 再说了 这爸呀 肯定是 房子和钱 都是留给我的 姐 我给你两套啊 都已经够不错了 你还要给我争 就是因为从小到大 爸都是最宠着你 最惯着你的 怎么着 现在爸去世了 所有东西你还想要在爸这 你觉得可能吗 怎么不可能 阿姐 你以为你现在还是小孩子吗 你觉得你现在是在过家家是吗 爸从小都在宠着你 所以他给你留了些其他的 有没有 我们都不知道 但是明面上的这些东西 小的时候让着你就算了 现在长大了还想跟我争 你以为什么都还要再让着你 是吗 那可不是 你是姐 我是妹 照常理说 你必须要让着我 这 哪家不都是这样啊 再说了 这从小呀 就是我最得宠 所以呀 家里面的东西呀 按道理来说 都应该是我的 爸爸呀 能给你留两套都不错了 你还争这争那的 适不适合你啊 行 既然你这么说 反正从小我也不知道爸爸给了你多少的私房钱或者东西 我也不知道你存没存 那这样吧 你是要钱还是要房子呢 姐 你这话说的可就不对了 这 钱和房子呀 这肯定都是我的 你呀 就不用再说什么 你还是走吧 行 想要钱跟房子是吧 可以 我给你 走 走 哥 哥 你看看他 老师家里面我最小 你看看他给我抢钱还给我抢房子什么都不让着我 哥 从小到大 爸爸妈妈都是最宠你的 凭什么呀 哥 你肯定得让着我 你肯定得向着我呀 就先 好了 你肯定得向着我抢小 哼 这爸 这刚去世 你们两个在这干什么呢 怎么 跑到我公司来 演大戏呢 这是 哥 这我可不敢 姐姐欺负我 我还 哪敢说呀 哥 你是不是也向着他 不向着我 欺负你 我怎么敢欺负你 从小到大 爸爸最宠的就是你 我还欺负你 明明是你在武力取闹 哥 你管管 你又不是说不知道 他从小是什么性子 范范 你说 怎么回事 哥 我跟你说 今天 爸说了 家里的五套房子呀 和 五十万块钱 然后 我们两个再分 这不挺好的吗 他跟我抢 我哪有跟你抢啊 是他张口就要五十万千金 还有三套房子全要了 范范 你这样就有点酷了吧 哥 这从小到大 我的玩具 我的东西 都是姐姐玩 玩玩完之后给我弄坏 爸爸妈妈又打我一顿 现在还要跟我抢东西 可能吗 好了好了 哎 这不就是一套房子吗 这样 我把我名下的房产 再拿出来一套 这样公平了吧 你们一个人三套 这五十万 你们一个人二十五万 不行 这还不行啊 这还不行啊 五十万是我的 钱都是我的 哥 你看他 从小到大 爸爸什么好的东西都是给他 玩具也都是给他 现在他还要这样抢 你有没有点良心啊 哥 你看 你房子又拿出来一套 这一套呀 给谁啊 我都说了他三套你三套啊 哥 哼 这个不行 房子呀 那我要四套 什 什么 范范 这真是从小 我跟爸把你宠坏了 范范 其实 有个事啊 我一直没告诉你 你知道爸 为什么这么疼你吗 为什么呀 那一年 附近最好的朋友 因为出事去世了 其实 你是那位朋友的女儿 这爸 总觉得亏欠那位朋友 所以说 才对你这么好 什么 哥 你说这话 没有来骗我吧 妹妹 哥没有骗你 哥说的都是真的 这些事情呢 姐是知道的 之所以从小我不跟你抢 我看你的爸爸跟哥哥最疼你 因为我们都心疼你 但是我觉得这件事下你做的真的是太过分了你知道吗 哥 你们 是不是这样说 你们家的财产 你们的钱是不是都没有我的 范范 你是怎么想的 你是怎么想的 这哥说了 我会拿出来一套房 然后你们两个人 一人三套 这个钱啊 你们平分 唉 哥会在公司里面抽出一点干股 跟你们两个人分一下 这儿不管怎么说 在我心目中啊 你们都是我的亲妹妹 哥 算了 不行 就给妹妹三套房吧 我要两套就可以了 毕竟你也不容易 这些年我知道公司 其实运转的也不太好 算了 就给妹妹吧 她还小 以后的路呢 还比较长 唉 算了 这儿公司啊 虽然说 运转的不是太好 但是 哥还不至于 连一套房子拿不出来 这正好啊 你们两个人 一个人三套 这省得以后啊 你心里面不舒服 这从小到大 哥也没怎么疼过你 也算是哥 对你的补偿吧 行了 你不要说了 我 我才知道 要马上一局 去看看爸爸 行 走 我安排车 咱们去报 放开来